4号上午小S和徐亚军双双现身 牵着手走进灵堂 两人一身黑神情相当哀气 大S和巨峻夜及徐妈一起前往悼念 一身灰色套衫 以黑色布巾包住头 全程不发一语步入灵堂 陪妹妹小S折莲花待了两小时才离去 见到大批媒体在门口守候 巨峻夜更是不停用手护住大S相当暖心 而这也是在大S婚后 夫妻俩首次同框 当天下午还有不少艺人也都到场哀悼 很爱他们 很爱好友的 谢谢大家辛苦了 范维奇牵着黑人陈建州现身 被问到有什么话想对小S说 只回答我爱他们 这也是范维在四年前口罩风波后首都露面 对对对 不举办公计只开放灵堂给亲友悼念 小S的圈内好友贾永杰 协同老公到场 王伟中在下午也抵达灵堂置意 并透露有关心小S情况 另外连圣文和老婆蔡依珊也进场悼念表示 希望大家都保重 谢谢 小S老公徐亚军则在复文中写道 很感恩菩萨让父亲走得很安详 也衷心感谢亲友的陪伴慰问 让我们在这段期间内心温暖满意 三星文教会王佩华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